有朋友問,什麼叫符記呢? 佛教經典內,並沒有推崇符記,也沒有符記這個儀規。 其實符記,是中國神教傳統的儀式。 對於符記,佛教是不會自以否定的批評。 神教的符記,也有其重大意義。仙界或道靈與人類溝通,往往是藉符記作為一種工具,勸人止惡行善,也是不可思議的妙行。 仙界神靈,也有信奉佛教。根據呂祖傳,呂順陽道人,也提倡念佛法門。 宋朝的時候,揚州有一位石天基居士,每日定課念佛一萬聲。 有一日他經過虎幽山,呂祖祠,祠堂樑上有一支木筆,下面有個沙盆,旁邊,坐了一位老翁替人寫符記。 於是石居士就跪問呂祖像前,請問,念佛有沒有功德呢? 基手寫著木筆的一端,放在沙盆上,另一端忽然自動移動,寫出了一首詩。 內容禪靜俱備,聲韻柔和對偶工整,令人驚訝的。 詩名叫鄭陽洲錫天基,問念佛功德,下柱淳陽道人。 他的內容是這樣的。 念佛虔誠即時丹,念諸八百轉循環,念誠瀉利超生死,念潔菩提了聖凡。 念意不除流水去,念心常伴百魂閒。 念開妙孝通靈慧,念濟金流語以參。 念佛虔誠即時丹,即是說,念佛虔誠,就是道家所謂的長生術。 念諸八百轉循環,一條念諸有一百靈八粒珠,手中不停循環轉動,口中不停地念佛。 念成誠利超生死,誠利在這裏譬如信願行聚足,達到一心不亂的境界。 如果念佛念到一心不亂,就能夠了脫生死超出三界六度輪迴的。 念結菩提了聖凡。 菩提即是覺悟,如果念佛念到覺悟,就會超越聖凡。 念意不除流水去,凡夫的意識是徐波逐流的。 起心動念,圍繞在貪親私的繁忙之內。 如果念佛念到一心不亂,即心即佛,往念就不會隨逐勢流轉。 念心常伴百魂閒。 好似孤峰山頂上的蟬絲一樣,清日高遠,任運自由來去,猶如飄渺的百魂心無掛礙。 念開妙竅通靈慧,妙竅即是巧妙的修心方法。 念佛是巧妙的方便法門,令人通靈慧。 念計金流予以參。 即是說這首計,送給你作為念佛時候思維參救的座右銘。 呂順陽道長,這首念佛計,好多念佛的人都用來做念佛之後的迴向計。 有意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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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囂張。 有意見。